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有跟就是我表弟他们一起去露营嘛 所以呢也让我们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 就是这一次露营呢和平时有点不一样 就是我们平时都是属于独行侠 就我们两个人 然后这一次呢我们是带着表弟 然后呢带了我女儿 还是带了两只猫咪一起 就这一次的人和动物的量都比较大 然后我们去了露营以后呢 这一次是主要是露营了两天对吧 两个晚上其实三天两个晚上 然后呢这次露营的感觉 我们其实你看邦尼已经发了视频了之前 但是呢邦尼觉得他剪视频的时候 他不知道剪什么 他觉得有点发现 好像这次露营没有什么收获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出去玩 就觉得有的好像有点缺少了一些 就是缺少一些收获 那我们就自己就总结了一些原因嘛 大概是 就是也看看为什么 也算是另外一种收获 也算也对 也算一种另外的一种收获 首先第一我们发现一样就是 露营它并不是一个 每一个人都喜欢 或者不是适合 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喜好 就是有很多人 他可能就不喜欢露营 或者他不能完完全全的 enjoy到里面 就是露营这里面的这种乐趣 或者说沉下心里面在这里 听听没有声音的声音 或者看看鸟 或者干什么 然后他觉得这样子还悠然自得 就大多数 很多人其实他不一定会有这样子感悟吧 就是就 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呢 就这一次我们去露营的话呢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我一直都在做饭 我就到营地 我就忙了三天 我觉得非常的累 我就觉得我一到营地先扎营 我就生活 先把这些需要做饭的东西都拿了出来 然后呢 就开始做饭 然后大家吃 吃完饭以后 就坐在火边 就是其实就稍微聊了一点天吧 就是 然后晚上就 其实就睡觉了 第一天晚上 然后第二天早上呢 我的任务同样的 就是早上一起来以后 我先做饭 本来就是 Bony他最早的 他是想 就比如说 他想去走一下trail什么的 其实没有去城 因为 因为Golden Years其实很多trail 然后有很多很漂亮的景色 是的 就是后来问了一下 就感觉到他们的兴趣没有很大 然后呢 我们就说去划船 那大表弟也说不去 他就想坐在那里 在我们的最早的幻想里面 是其实是觉得 每个人都会喜欢露营 就比如说每个人都想划船 或者说是每一个人 都愿意去走一下trail 去看一大堂 对 对 去一起去欣赏 我们 把我们喜欢的东西 强加到别人身上了 对 是吧 对 就其实并不是这样子 就是像 像表弟到那里以后 他其实一直最在意的一样东西 叫表弟 是有没有网络信号 非常在意的是 有没有网络信号 但那里是没有网络信号的 对我们两个来说 我们觉得就是太好了 人家找不到我们 我们好爽啊 所以我一直以为 大家都会觉得 这是一件很爽的事情 他们两个就觉得 有点受不了 Matte他就觉得比较无聊 他就是晚上他又睡不着 因为他平时的生活是属于 晚上比较晚睡觉的 所以呢 他一直到晚上 他都睡不着觉 他一直到凌晨 所以他一直在打游戏 他用玩 他没有网络了 他就只能打那种 不需要单机游戏 所以他的 我不觉得他enjoy 就虽然我希望他能enjoy 但是我觉得 就的确不能强迫人家enjoy 这个就是 而且他自己都失眠了两天 就是很累 可以感觉到他很想回家 感觉露营是对他来讲 是一种折磨 对是一种折磨 所以呢就是 camping的话 我觉得就特别 其实这样子 我们的经验也是 其实也有很重要的一样 就是你时间不能太短了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 就是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 比如说大家都有房车 或者不一定要房车 或者有些人喜欢搭帐篷 也可以就是 就是有相同兴趣爱好的人 一起去做这个事情 你会发掘更多的东西 或者你可以有更好玩的 比如因为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点子嘛 所以就是 就是大家的点子结合起来 然后一起去玩 可能收获的东西更多 对吧 就是但是一定要是对这 这一块 这个 就是户外吧 就是感兴趣的 不论你喜欢hiking啊 或者是喜欢 滑船啊 或者是干什么之类的 都可以 有个泳也可以 有个泳也可以 包括其实到了夏天很多好玩的嘛 可以去呆有仆仆的这 可以那边跳个水啊什么之类的 都可以 嗯 所以大家愿意去尝试 也愿意去挑战 就是这些东西 嗯 就是最好 对 有朋友愿意一起去吗 可以给我们留言 我们一起去玩 不过我发现好像在youtube上 有什么没办法留微信 好像他会自动给你评计 是吗 现在发youtube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就是兴趣爱好了 就是 就是能 能把自己这些东西记录一下 其实有时候江宝你说的 那个我们在家自己看一下的时候 有时候他会 他就翻到以前的老视频 他看了一下 他说哎我经常把我们老视频 我自己制作的又重新看了一遍了 我觉得还挺有趣的 因为 你你在生活中 你经常会忘记自己 哎这是哪里 还没有去过这里 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嗯 应该不是吧 应该是个桥 嗯 因为包你就说就是 很多时候就是我们 生活中我们是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的 因为我们是以我们为中心 我们是观察的四周的人 是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我们 等我们拍了这些视频以后 我们可以反观 我们自己 可以看一下我们自己的行为举止 所以呢 其实的确有时候我们自己看一看 里面有很多欢乐 有时候也会觉得 哎呀你怎么做出这样子的行为 在那个视频里面 就觉得自己怎么 好可笑 对就是 那种感觉挺好的 记录自己的生活 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 就是等你年纪大了再拿出来回忆去看的话 就还蛮有意义 那就说 有些东西可能你自己都已经忘记了 那你就靠这个视频回忆 对 那我们就总结一下这次的露营吧 首先呢 我觉得总结一下什么样的人不太适合露营吧 我们先总结一下 对 首先呢就是如果说你本身不太喜欢露营的 就是因为露营它毕竟是在户外 它很多种条件 它和在家里面或者说是和你日常生活的那种条件是不一样的 是达不到的 如果你本身没有很享受出来这种大自然 或者说是对它很期望 或者让我觉得可以就不用太牵强自己去出来露营 第二呢就是如果说你的身体不是特别适应露营这种生活的 也不用非得要过来 就像小表弟 Matt 他其实就是 他身体就是其实挺难适应 我觉得没有说挺难吧 但是他其实一直出状态 首先他吃的东西会有肚子疼 然后呢 他也就是晚上没有办法睡觉 就特别是有一天晚上是下雨了 下雨呢就是对于我们三个 下雨的声音就特别的催眠 就是催眠曲一样 但是对于Matt来讲呢 睡不着了就是 然后就就只能是 就是玩一直到他 我早上醒来的时候 他说他昨天一个晚上 就七点钟 他说一晚上都没睡 那你就想想 那如果说你身体都不能适应这种情况的话 其实露营对很多人 它可能是一种折磨 对吧 就是说我就觉得就是如果说 你可以试一下 就有必要做很长期的这种 那你想吃的 你也不可能吃的特别好 因为你的炉具什么的 你都要是自带的 所以大多数在野外的时候 很多人吃的就是火锅和BBQ 对 你也不可能做太多别的东西 你就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饮食啊 或者身体上面有要求 那我觉得就可以不用勉强自己这样子 那说一个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 就是如果说你对信号手机 网络 对比较依赖的 哪怕是工作啊 或者说是你生活非常依赖 或者你经常要人家组队啊 你就作为你队里面的中间力量 就没有了你 你那个队就可能要生死存在边缘的这种的 你必须得出间的 那你可能也不太适合 因为户外的确很多地方信号比较弱 或者是没信号 就像我们 我们两个就是属于那种见到没有信号的时候 我们觉得很enjoy 因为可以与世博绝 专注在别的东西 而不是网 不是手机上 是 就是好不容易把我们干 其实我们也是重度手机依赖的 你知道 我们平时在家 在没有事的干涉 就是一人抱个手机啊 是不是 其实你说谁对手机 对网络不依赖 但是就是因为没有网络了 我们才不依赖了 就是我们就觉得有人替我们把这个事做了 如果不是我拿着手机 我肯定我很想玩手机的 肯定会刷一刷这些 就是看看视频什么的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没有网络挺好的 但是如果说你是不能没有网络的 那又想出来玩 你其他就比如说你有喜欢 你身体又能 就是没有网络这一块能收盘 那你可能就找一下那种网络比较好的呀 就不要太交外的这种 也其实也是有的 有 还有带WiFi 还有带WiFi的 多交一几块钱 每天就是也是可以能连到WiFi的 这个都可以的 对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露营的话 我我就希望 我希望我自己是完全就野掉了 就是什么都联系不到的 我恨不得自己做饭 都是拿个 堆个炉灶 然后拿个 拿块石头烤一烤 直接把肉 拿石头上 给他熟的那种 对 越原始越好 那基本上就是像这样子的人 可能不太适合吧 就我刚才说的这三点 对吧 然后呢 就是比较适合的呢 就是一个是你比较专注自我的 就是你平时生活里面比较压力比较大 然后呢 你总是想有一种逃离现代的这种 现在的这种感觉的人 我觉得还是挺适合的 就是你可以短时间的露营啊 我说的不是那种旅游 就是 就短时间的与世隔绝 就是把自己完全放松掉 躺平了 对 的这种 没有人来打扰 没有人来打扰 你就是 你想被人打扰的时候 你也找不到信号 或者你 你还得走半天出去 能打扰 最后你自己放弃了 那种 对 我觉得是可以这样子试一下的 就是 但是要和家人说好吧 我觉得就是 也不要让人家担心 就像我们之前出去远一点的地方 我们都会和两个表弟发个短信 告诉他们我们去哪里 就给大家有个交代嘛 就是 对 但是如果你就想 就是你想静静 那就去找静静 静静好忙啊 静静说我也想去露营 我也不想被人打扰 静静想露营啊 那露营他说 露营说 那我找谁啊 谁说 你找我干嘛啊 所以就是我们想说的就是 比较适合的 首先是我们这样子 就是你想逃离的 第二个呢 也是同样的 就是你喜欢的 就是你喜欢露营这种方式的 就像我们就很喜欢 逃不逃离 无所谓 其实我也喜欢露营 其实我们更喜欢的是 在路上那种感觉 就是不是纯露营 而是一边走 一边看风景 然后一边露个影 露营对 就是 就是对 我们就是因为 包姐说的 对 就是其实我们更喜欢的是 旅游的感觉 就是一直在路上 我们是一直在去探索的路程 而且旅游 露营可以这样子分吧 就像我们这一次的感悟的 就露营 其实更多的是 是一种家庭聚会 或者说和朋友 因为露营 如果你邀请别人来 跟你一起露营的话 对 就是如果说你就是两个人去露营 也可以的 如果说你是和家人朋友露营的 其实你不能要求 我们去太自我 去太专注自我 我们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你是需要去照顾别人 然后或者把每个人都去照顾好的 每个人的感受也要 都要顾及到 是 而且就是这种 你召集出来的露营 其实是更多的是一种交流 就是大家 因为亲人的关系 也是需要维系的 对 就相当于我们这一次的维护 是以露营的方式 那之前的Allen和Matt 请我们过去吃饭 那其实就是他们生日 吃饭就是相当于露营 就是他们的模式 就是我们请露营的模式 其实就是 我觉得这一次的露营 大多数 就是如果你和朋友 或者亲人一起露营的话 我觉得大多数的时候 是一种关系的维护 增进我们之间的一些交流 就像这一次 我们也交流了很多 虽然我们没有说 我们去探索自己 我们也觉得他们好像 没有很enjoy 或者说是很喜欢这个露营 但是最起码两天晚上 我们坐在火边的时候 我们也交流了很多心理上的东西 对 心理上的东西 繁琐的事情的一些东西 反正就是 大家需要交流 就是这样子 那通过这一次的话 本来他说要回流 其实我是不太赞成他回流 但是经过这一次 他的一些比较发自内心的 说的一些话 我也大概能理解 我支持他自己的决定 虽然我不支持 回流本身这件事情 但是我还是比较支持他的决定 因为我现在通过这次 比较深入的聊天 喝了酒以后 说了一些敞开心扉的话 我觉得就能理解他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其实不能让人家觉得 我们选择这种方式 我们很快乐 就是让人家也选择这种方式 让他觉得很快乐 对 他如果在这里 就是他觉得痛苦比快乐多的话 那他还不如回去尝试一下 是 说不定就后面是会很幸福 或者说是他如果觉得后面 再回去跟我一起 和这边一样 他就起码他有个选择 还可以再回来 就人就是 人和人不一样的地方 就有的人有选择 有的人没选择 他只能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人一定要走出来 当你有多样选择的话 其实对你的人生总是有好处的 就是没有太大的坏处 见过更多的世界 你就知道 有更多的选择 对 就是 其实人最重要的是 有更多的选择 而不是说 你在某一个领域 非得要做成什么个样子 就是 当时你发现 你不适合这个时候 你可能 你有选择 有能力去做 我觉得这样子就会挺好 对 然后 然后刚才就讲到了 是 适合露营 适合露营的 对 就像这样子 那但是刚才 引申出来一点了 就像露营本身 我觉得 这一次的露营本身 其实更多的是一种 关系的维护 就是我们 专注点不一样 对吧 我们之所以 觉得这一次露营 好像没有得到什么 之所以 是因为我们 把它想象成 之前我们去旅行的那种感觉了 对 所以其实 是我们想多了 对 因为我们俩 其实比较还蛮追求精神上有收获的 就是精神和心灵上能有新的感悟和收获 每次 就像我们之前出去玩 我们当我们有新的感悟的时候 其实内心 经常会就是很莫名的去感动 对 就很多感动 就有种想哭了 很多很多 就真的经常 我们正在那种旅行的途中 然后就会有一些感悟 然后就是他开着车 然后我们在那聊着天 然后真的就会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我不知道 就已经哭了好几次了 但是那种时候 就是因为你在旅途的时候 你会想到 就比如说 一些平时你不会想的问题 就像我们那时候 就会想到父母的问题 那你当时很忙的时候 哪会想到 没有时间 也没有精神去想那些 光想了自己能不能吃饱了 都是一个问题 就是 所以你就是会想 不会像去旅行的时候 会想那么多 就是路上 特别是你开车的时候 有时候就是在想是问题 有时候你坐到 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 没事干的时候 你就是在想事 就是你回忆之前 你发现所有的事情 你都在分析它 总结它 然后就是 然后突然间感悟到某种东西 就这种思绪来了 就哭了 就是整天处于一种 很感动的感觉 这也是证明了 我们以前是很没有文化的 也是很没有思想的人 当我们碰到有机会 可以让自己有思想的时候 我们就很感动 你现在那思想家 他肯定不会天天哭的 这些都早都想了几万遍了 这证明了我们有多空洞 其实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以后 不要那么空洞了 我们有美好的目标 对 现在就很明确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 因为我们前几年创业 然后到后来疫情 后来房车旅游那些 我觉得每一步都走得让我收获很大 虽然说我们创业也没赚到钱什么的 但是我们不从经济方面去衡量这个东西 经济上面就一塌糊涂失败的 如果说从经济上去衡量 我们也不说那百分之百的就是肯定没有了 而且是亏了很多钱的 但是如果说从就是从人生经历和经验上 我觉得我收获太多了 所以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 就是做生意这件事情 就是真的是让我从一个傻白甜 到一个稍微有一点点人生经验的一个女生吧 虽然现在也可能没那么傻 可能没那么傻 还是有一点点傻 但是至少这个傻的程度降低了 其实傻挺好的 就是你看就是不怕傻就怕不思考 就是觉得自己很聪明 所以我们就是我们知道自己傻 我们还是会去思考会去反省自己 尽量的让自己做一个谦虚 做一个谦虚一点的人吧 就是对 毕竟也没成功过 对 毕竟 好像说的好悲惨 又想哭了这样子 没有啊 我觉得我的人生还挺精彩的 我觉得这样对我来讲 对 因为人生 其实说实话 人每个人到最后的结局都是 都是死 但是你 结论的话对 对 就是结局嘛 就是死嘛 但是如果你人生能经历很多东西 那你这一生就没有白来 真的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我的人生还蛮精彩的 所以我也不后 不后悔 哎你损失了多少钱 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无所谓 但是你赚了经验 这个真的很重要 然后你赚了经验 赚了体验 赚了思考的方式 对 你的思想 眼界都更加开阔 我觉得这些真的 真的很重要 还赚了几个好朋友 对 其实你像东郭做生意以后 你就也筛选了好多人 对 其实我们做生意那几年来来去去 特别多人 最后也留下了一些真正值得交的朋友 所以这一点上我们还是很感恩的 对 就是 对收获的事情 收获的经验 我们都心存感激 失去的呢 我们也觉得有得必有失嘛 物质上的损失 就是 就无所谓了 对 基本上 哎 这又扯远了 从录营已经扯到人生了 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喜欢露营 甚至我们喜欢走到户外 就像今天走到这里 就是有时候你就会聊着聊着 我觉得 最值钱的 或者是让我们最 心里面最舒服的 最 最有感悟的东西 其实就是像刚才后面扯远的那一段 之前 那比如说前面那一段 是一个总结 其实我们还是很刻意的 我们要把它总结出来 我们不能 对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些经验吧 虽然也不是多专业了 对 我们想分享一下经验 就是其实还是有一个set up 但是当你扯远的时候 其实讲的更是内心的东西 内心深处的真正的感悟 对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模式是挺好的 我们经常会很容易的走到自己内心深处的真正的感悟 把它说出来 我觉得还挺好 对 所以有时候不怕扯远 有时候人生就是要扯的远一点 对 总是在专注在你的两点一线的家和工作的范围那里 那你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要扯远一点 为什么人要去旅行 那就是把你扯远一点 就像我们刚才说话 聊聊天 突然扯远了 现在其实扯远的这一段可能是你最精彩的 你不扯远的那一段 其实是你工作范围内而已 或者说你要照顾起居生活 我必须得吃东西 我得做饭 对 所以扯远的这个是很重要 扯远的是内心 不扯远的是物质 对 基本上就这些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就 我很少说这段话 就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就 关注点赞我们 打开小铃铛 打开小铃铛 好啊 那今天的视频就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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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